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城中城风光开幕 崭新启用 还砸重金打广告 一开幕就人几人 影城大亨除了投资高雄多家电影院和国片 再把投资主力放在城中城内的国公戏院 随着大楼没落二十多年前五楼电影院歇业 闲置风光不在 当地里长透露还曾有管理员触电死在电影院的放映室 增添神秘色彩 剩下六楼居住层继续使用 没想到一场大火造成家族内两位成员罹难 过往的繁华只能留在记忆中 三地新闻南部综合报导